特朗普拒绝了普京的提议 称美国很快会自己生产同类武器 那么您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美俄之间的军备竞赛 未来可能会如何发展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的性格从来就没有示弱 特朗普的词典里就没有示弱这个词 所以无论是在跟媒体打交道 跟国内的政客打交道 跟民主党人打交道 还是国际社会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特朗普从来都不示弱 普京提出 如果你需要某某武器 你可以到我这来买 这对特朗普而言是一种近乎羞辱的举动 特朗普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自己的支持率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美国一直以来 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走在全世界的前面 然而就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 俄罗斯宣称自己取得了成果 而美国在这方面依然还有可探索的空间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 我想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 普京做出这样的倡议 特朗普都断然不会同意说美方从俄罗斯方面去购买武器的 特朗普做出的回应 一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美方的尊严 第二个层面 我想这样的话也表明 美方绝不允许在任何一个尖端武器的领域 有别的领头羊去替代自己的地位 如果伴随着这样的思路往下推行下去的话 尤其是失去中导条约的限制 人们都很担心双方的平衡打破 会不会在某些领域展开又一轮的军备竞赛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确实缺乏有效的制约 在相对的领域 可能美方的研发的步伐会加快 同时也会带动全球局势 各国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 这种步伐的加快 但与此同时 尽管中导条约失效 从目前的国际格局来看 不可能退回到美苏争霸 冷战期间那种研发核武器 你往前走一步 我一定要往前跨一大步的那种竞争的态势 军备竞赛会有 但不会回到冷战时期的那种强硬的军备竞赛的状态